3匹外隊馬,大概上次我們也是這樣分析 主隊馬,朱仔上次你很厲害 找到名祖女神,這次又怎樣 這次我有點怕上次耗力過多 老實說,他的目標太清晰 你上次要欠下季短途系列的特別獎金 平時那裡也有五千萬元,不是開玩笑的 變成的確臨場看到周身沒有汗 也能迫到這隻馬那麼厲害 我有點擔心會透支 不過如果你說到下季短途錦標 有一隻馬,當時的下季短途系列賽 其實當時那隻真機靈 是贏了其中兩關 他真的有機會,如果跑人馬錦標 但他真的要去避戰,而跑這場 直接避開了 對,沒有跑那一場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也不可以看小 如果有隻真機靈,安田龍蟻兩隻 就好像挺叫做的 你喜歡真機靈 衝鋒盡期,我們上次都喜歡 沒理由會這次看低吧 我這樣看,因為上一次 衝鋒盡期,大家看他怎樣跑 走出去外檔之後,其實有點出事 也不知道怎麼辦 結果早上來 去到彎角之後,發力又沒有 回來,結果裡面天狗 明著女神都不斷 會否是針對性的部署 也明知這麼多馬跑 對,上一次他結果跟東海奧比 都是屬於追上來的馬 沒有前輪 這次的真機靈,好像是前輪 可以放在前面 是的 但正如剛才朱姐所說 為何我較為喜歡他 因為既然他會預算 比中風還要放得前一點 如果你說跑短和馬錦標 是來前領的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反而會有機會 而且他真的錯過了馬錦標 讓他的體力比他救你更好 也對,因為正如朱姐所說的 正如朱姐所說的 你回到直路,鬥斜路也挺耗力 無論是甚麼級數的馬 我相信你這麼快要跑短和馬錦標 也能解釋到 為何過去人馬錦標的勝出馬 很少可以在日本短和馬錦標 再贏一次 現在有真機靈在這裡 其實我覺得可以做了一個分擔性質 是的 如果你說真的前面突然撞到很快 因為有火箭人,可能有人針對他 跟他拍,跟他燒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出現後果可能是先利用香港的馬錦標 還有有一隻馬我真的不敢小看 就是那隻姓卡龍 為何我說不敢小看這隻馬 其實金棍其實他輸 是輸1400、1600、1600的兩場 他跑1200的相片都高得驚人 不過跑法被動 所以經常都看見追上來 閃閃身上來又3300、1400、1500 是這麼多 還經常被人阻礙 沒錯 因為他經常沒有腦袋 但他過得掉 過得掉 過得掉 過兩次也會掉 因為他強勁 他的最後才是強勁 但他經常被人阻礙 是為了擔心這件事 對,如果萬一我們預計不到 真的快到這樣的姓卡 就懶悶了 你說少人留意的 就是這些姓卡龍 其實也有這樣的可能 因為你只顧著… 要逼火箭人的話 你一定在前面逼他 因為火箭人不會太厚 真機靈也在一起 其實是很針對性的部署 因為你當幫中衝鋒進氣也好 或者他自己也想擺前一點也好 起碼加上榮進女神 已經有三隻馬或以上在前面走 所以這場賽事預期的步速 我覺得慢極有個譜 慢極有個譜 應該也會快 其實這項賽事 往年這個步速也不是慢 但也會遲定馬這麼多回來 其實後追馬並不容易追 是擔心你 其實去年極奇妙 有些…其實有少許行為 這項賽事會比較慢 其實那項賽事會比較慢 就沒有被人逼得那麼嚴重 而且你要想起 去年大家的目標都是綠色盡威 我要圍都圍你那隻 結果圍了 你那隻比較慢 在前面走真的沒有人猜到 所以其實這場左想右想 其實我是稍為會擔心 要視乎火箭人會當時取得甚麼位置 如果火箭人也要看著 衝鋒進技來跑 而大家拿去後一點 就會對前領馬會有好處 那大概也分析到這麼多 其實結論又如何?徒弟 其實我還是覺得 比較喜歡火箭人 因為你始終是這樣的賽職 而且今年真的配合得 可以說是毫無對手的 跑五場就贏了 所以我會稍為喜歡這隻多一點 其次在日本裡 我是想嘗試這隻真機力 迫他就在前面 我自己喜歡天狗 好,其實以香港現成的馬來計 連華生輝綠色綜合輸給你 但天狗還沒跟你跑過 看看有否機會撐一隻火箭人 另外就要剛才所說的聖卡羅 希望就是那些三三四四之船 那主隊馬當然不能放下衝鋒進旗 有真機靈在,我相信衝鋒進旗 他的發揮會更容易,有目標 好,這節我們跟大家談完 日本短途馬的錦標 下節回來跟大家談談海旋門大賽